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听见带领人的声音的同时却看见自己的画面 闭上眼睛这件事啊 让带领人的声音和主角看见了自己心里的世界 一起共同创造的一个神奇魔法时刻 这是潜意识工作非常奇妙的地方 如果睁开眼睛做就不一样了 因为主角的画面会被外界的空间所占满 闭上眼睛 于是呢 一个活跃的内在世界 在有温度的声音当中 打开了宽敞又流畅的大门 哈克人生的第一个引导冥想完整的作品 与人连接的三个秘密上架之后 遥远的北京 一位朋友叫做松诺 他这样子写着 他说 你知道吗 像这样的时间 你把自己带来这里 可能戴上耳机 让音乐进来 让引导冥想进来 这样陪伴自己 这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了 我想你很值得给自己 一个大大的鼓励 这段话缓缓地流进耳朵 此刻的我正在公园里 走在草丛间的小路上 心里想着 哈克怎么懂我此刻的状态 戴上耳机 让音乐进来 让引导冥想进来 感觉哈克像是装了千里眼一样 看到在北京此刻听着音频的我 听着哈克的音频 走在小路上 越走越安静 然后慢慢地定住 呼吸 风穿过身体 身体就开始 在广阔的草地上 开始慢慢地起舞 慢慢地起舞 哈克说 有人像太阳 有人像月亮 从小身边很多人说 我像一个小太阳 开心过 总是能够带给身边的人 感受温暖 欢笑 欢笑和力量 可是我总觉得太阳 累累的 总觉得 哪里不太对劲 一直到那天 听哈克的音频 他说 有人是月亮 黑暗里 黑暗里唯一的光 月亮一直在 我才知道啊 天啊 我是月亮耶 我喜欢安静地 一直守护着 那一刻身体安静而滋养 又认回了 属于自己 原本就有的一个部分 走在北京的街道上 戴着耳机 往家里走 听着哈克 一字一句地说着 于是啊 即使外面的世界 纷纷扰扰 冰冷无情 我拥有一个 富有丰盛又温暖的 心里的家 此刻我心里 觉得软软的 暖暖的 我深呼吸着 眼泪不自觉地滑落 想着自己 照顾自己的 那些温暖 饱满的时光 松诺的话语 到这里停止了 似乎正好 给了潜意识工作 精准又生动的注解 引导的 是往内走的方向 而内在丰盛的到来 忽然的灵感 真的就是从 戴上耳机的 那一刻开始 欢迎来到 与人连结的 三个秘密 哈克的文章 我就跟你念到这里 潜意识工作里面的 引导冥想 常常让我感觉到 非常的神奇 那就是啊 经过一段引导 关键不在于 引导者告诉你的 是什么 关键在于 你透过 引导者的声音 你感觉到了什么 而这一份感觉 不是透过外在的说服 也不是强加在你身上 而是帮你挖掘出 自己心中 本来就有的那一块 可能是一份温暖 也可能是一份力量 可能是一份感动 也可能是一个 智慧的果实 我们跟哈克一起推出 与人连结的三个秘密 一直到现在 我常常会收到很多朋友 给我各种不同的回馈 他们的回馈 都像是这一篇文章一样 有着满满的感动 虽然感动的议题 各有不同 但是我都听到一个共同性 那就是 把自己迎接回来 虽然课程名称 叫做与人连结的三个秘密 但是你不觉得 这个人包含了他人 更包含了你自己 不是吗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 与人连结的三个秘密 那么我在这里 还要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 你只要在2月22号的 晚上12点之前加入 你仍然可以享受 1399的优惠 你加入了吗 欢迎你一起来享受 这段感动的时光 透过哈克的声音 一起享受 闭上眼睛之后的丰盛 欢迎你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 并且留言分享 另外我们也有 Podcast的频道 你只要在Podcast的应用里 搜寻奇点文化 一天听一点 就可以订阅我们 也请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 我们需要你的支持 然而如果你对于 奇点文化的商品 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每一段内容的说明里 都有相关的连结 尤其是今天提到的 与人连结的三个秘密 在2月22号晚上12点之前 1399的优惠 期待你把握这难得的机会 希望我能够在线上 跟你一起学习 一起前进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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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